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你 今天天气还好 对啊 其实北京练习好了 特别舒服 对 今天天气特别蓝 好 谢谢 太感谢了 你没写到你了 好 大 谢谢 其实你还是个满理想的 所以我觉得我运气好 一般的理想主义早就死了 蛮少的 超越还是很柔令人的 其实 对啊 我觉得我身体现在 心里正常差了好多 你没有必要那么纠结 把自己补上来做得很好 但是绝大部分人 是做不到这一点 你看雷军也好 我觉得他成熟了 嗯 我可能在过几年 我后面这样 太恐怖了 我觉得 我觉得 这是一个我见过的 年轻的创业者中 被改变的 比较少的一个人 因为 在我来之前 我觉得 过去三年 对他来讲 是一个 获得了很大成绩的 一个时期 但同时也应该是 被追赶的 很激烈的一个时期 你看这个行业 突然间变得很膨胀 然后企业 ABCDE 融了那么多的资金 我知道 我自己做企业的 我知道 资本就是 你屁股后面的那根鞭子 融得越多 这鞭子越粗 皮股被凑得越疼 但我感觉 她还是一个 没有放弃自己 创办抹拜的 粗心的那个姑娘 由焰火组成的巨大脚印 正沿着北京的中轴路 穿过鞭子 非常漂亮的最后的结尾 第一个金牌点 中国女牌夺得了冠军 歼20领导人 集体合影独立 战事不会呢 呈现了一个璀璨夺目的开战 公布新政府施政与立法计划 天猫双十一狂欢节落下围 中国游客在法国购买免税商品总额 达到6.5亿欧元 中国游客在法国购买免税商品总额 本节目由乌尔沃汽车独家冠名播出 2018年春节前 我与墨拜单车的创始人 胡维维在北京碰面 在这里我参观了胡维维的办公室 这是一个和其他人拼凑在一起的办公空间 这是我们的共享办公室 对 那你有非共享办公室吗 没有啊 没有啊 对 为了你们过来 我们已经好好收拾过了 你们同事都在那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被称 对吧 这个已经有了 这个不是被戏称为三文鱼吗 在这里 我体验了被网友称为三文鱼的最新款单车 摩拜的北京总部 在亮马河上 有一个像轮船前舱那样的大路台 那里有一个跳船 正是访谈前 我跟胡维维在那里跳了一会儿 你看 它的平衡性比我好多了 对 但现在运动就变少了 我以前是特别喜欢运动 这会越不越高嘛 对啊 这样很好 是不是很赖 还好 我还锻炼身体 那还不错 她是十年二十年女 年纪最小 是一个八年车 十年前 她的理想 也许就是当一个好妻子 现在 她是当今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创业者 在她的身上聚焦了很多的悬念 一个北漂青年是如何脱颖而出的 共享单车有怎样的未来 资本到底在她和摩拜身上催化的时候 据说乔布斯非常喜欢单车 在他看 这代表着一种自由的行驶 而在中国 单车是一个传统 也是一个传奇 乌维维改变了她 而她 也改变了这个八年后的行驶 你喜欢北京这个产生吗 我非常喜欢 非常喜欢 我特别喜欢 我觉得她特别庞杂又无序 就是什么可能性都有 而且各种各样的人都很有意思 我觉得成长比商业更重要吗 很有趣 我觉得这是记者的特性 就是当记者的特性 对 我最近发现了 我跟一个朋友在玩一个价值观的卡 就是比如说 会有很多很多卡 然后对自己性格价值观的一些描述 然后让你来分来排 你认为哪些是你要的 哪些是你不要的 哪些是你最重要的 哪些是你 priority number one 我们发现有记者背景的 number one 都是 personal clothes 特别有意思 特别有意思 选择一些比较软的东西 对 对 你觉得当记者好玩吗 特别好玩 特别好玩 但是我觉得我小时候 我在我非常小的时候就想当记者 大概在初高中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 如果你说片子的话 有一点就是我做的事情 一直都是我当下最想做的事情 那蛮幸运的 但是你在大方向肯定都是你最想做的 比如说我小时候我就想当记者 所以我后来就真的当了记者 但是我小时候想象的记者是 一个能够主持正义的记者 但后来你学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 OK 尋求真相可能比主持正义还重要 然后到最后你就会觉得 好吧 就是那是一个看待世界的一个角度 或者说你可能要植入你的观点 对 其实改变世界很难嘛 你能够了解清楚就不容易了 对啊 然后再后面我就觉得 我不太满足于当一个旁观子 我很想去试一次 就是如果我自己去做的话 就是什么样 这个你后来比如说你去 就你商业越来越近了 到商业价值啊 到极客公司 有关系吗 有关系 非常有关系 我觉得商业价值和极客公司 是极大的激发了我 其实我觉得你 你创业时间很短嘛 怎么加在一起三年时间 从企业来讲的话 很多创业公司可能三年 刚刚把商业模式摸清楚啊 很对嘛 他第一轮淘汰完成了 就开始跑了 但是你从摸摆来讲的话 可能已经 那辈子已经走完了 是吧 就是已经 第一 两年就变成 两年不到就变成独角兽了 第二呢 整个行业三年基本上 洗牌干洗完了 干洗牌也洗完了 然后 也变成了一家 一家 上千人的一家公司了 这三年里面 你开心多一点 还是焦虑多一点 都很多 就都很激烈 就开心的也很开心 然后焦虑也会非常焦虑 你觉得这三年创业里面 最让你焦虑的事情 如果有三件 是哪三件 首先就是 就是产品一直追不上 这个合适的timing 就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就是你的长期和短期的 这个目标 总是会打架 打架 对 然后还有团队的成长 团队是个问题 对啊 包括自己 对吗 然后 当然也有就是说 就是 你如何去明确你的战略 其中也包括融资 我说这当然都会有 这三个点都会有的 三年里面 你成长最多的是哪一点 就个人来讲 对人性的认知我觉得 是啊 当然 哪一点受过刺激 没有受过刺激 我只是觉得说 不要去考验人性 而是应该去 认知人性 并且 就是 顺着这个东西来 而不是说 你要把它想得非常理想主义 非常的光明 非常的 就是 不要去考验这些东西 那这三年里面 你觉得 最让你意外的事情是什么 竞争的惨烈 我觉得 这个行业是吧 对 这个是可能让我比较意外的 然后没有经历过这些 而且可能我也不是像 男性荷尔蒙那样 每天想着要打仗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有点意外 我在看你们这个案例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 虽然它用的是共享的概念 但它实际上就是个 奉事助力模式 对吧 像Alpha它早期还是有一些 比如说大学生的车啊 其实你 摩拜从第一天起 就是自己造车嘛 实际上这是个完全的全新的 模式的一个创造 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 就摩拜来引爆这个事情呢 你想过这个事 为什么不是另外的人 为什么不是早两年 为什么不是另外一个模式 在中国解决这个最后一公里的事 自行车的产业在中国 一直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庞大的产业 如果没有机车的话 在16年的时候 它一共是生产了八千多万辆自行车 然后当然就是比如说 就两千多万是在中国内不消化的 其他都是出口到世界各地去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就是这个产业在 所以我们想要去实现我们的产品 是有一个基础的 另外我是觉得 包括空气污染 包括城市拥堵 人们已经开始想要去怀念一些 让自身变得更好的东西 从价值观层面 举个例子 这个也是我一直说的 说你的朋友圈 你可能晒的是你跑马拉松 你跑步游泳 旅行 那些都不是用前马来的 那些都是 你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些东西 然后 所以在这个时候 自行车重新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每个人 又那么方便去使用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理由去拒绝它 其实是 我觉得共享单车在中国的流行 或者Mobile offer的崛起 它本身是一个偶然和必然交际的一个事情 Mobile的模式 你会看到 第一它他们发明了一种武装庭房的模式 第二呢 是一个商业的一些公司 第三呢 甚至它对自行车的本身也进行了一次改造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的 偶然性在经济学就被成为了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嘛 对 然后呢 这个创新能力是体现在王伟伟 张伟伟 还是李伟伟身上 或者叫胡伟伟身上 那又是一个偶然性世界 现在比如说原来咱们 我们也是观察企业的 企业报道的 到自己真的做企业 或者做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大企业 你觉得跟你原来想象的有区别吗 我觉得一个人也仍然可以发挥很大的能量 但我觉得公司的好处或者商业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想象成你拥有了法力 就你可以把你认为正确的价值观 去实现它 去更大范围的去实现它 非常凭直觉 以及非常快的就走了 反正你觉得这个事实际上是一件 是想我想完成的一件事情 对 首先我觉得记者是要相信自己无所不能的 不知道你怎么去采访 就是很多你不认识的人 很多你不认识的领域 你不都得直接就跑到那去 找到那个人吗 而且我就在那个 在那个 当我是记者的时候 让我最有成就感 或者最开心的反而 就是你到现场去 然后你碰到了很多机会 然后你抓住那些机会 然后你实现了你的目标 就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你自己会觉得很兴奋 很兴奋的东西 那你有考虑过代价吗 我大概想 我说你想像 那我十几年前来北京 就拎着一个小箱子 就来了 那也是人生 那也是你拥有的东西 就是你能拥有 就我觉得最差最差不就是 我说一个人能活下去很简单 对对对 就不就是一个小箱子 就是你可以是一个小箱子 所以你跟我是两类人 对 真的 好吧 三年前你做Mobile的时候 就你对Mobile的商业模式 我们说商业模式吧 对吧 对商业模式的想像 和到今天有多大的差别 我觉得是有变化 我觉得就是以前的那个商业模式 其实是 就我说的比较直白一点 就是说可能是被竞争也好 或者说战略也好 给一定程度上就是 抹杀掉了 抹杀掉了 就是打破了 对打破了 也许这也不是坏事 也许凹几手 所以我们肯定需要去建立一个 就是基于现在的一个商业模式 对 那个找到了吗 新的 我觉得 应该是有方向的 有方向的 对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 那这说明真的是说明一点 就是你做的这件事情 从第一天起 它存在一种需求 但这个需求跟公共服务属性 非常的接近 对 对吧 那公共服务一个最大的特点是 就跟水啊 电一样的 它是一个 就是它的公益性 会大于它的商业的获利性 那如果你仔细想这件事 就是它有需要 那它跟公共服务也很接近 那它早期的推进的时候 它是为了商业本身 它建立一个商业模式 是吧 这个商业模式 那从出发的时候 商业模式是可以被兑现的 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商业模式 对 OK 可以被兑现的 但是它走着走着的话 因为它的可兑现性 和它的公共服务所产生的 巨大的空间 就竟然进入了很多新的竞争者 那竞争者 那竞争者就又把当年 你出发时候的那个商业模式 给打破掉了 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竞争者吧 对吧 如果不仅仅是因为竞争者的话 那就不需要变 那如果 因为它出发的商业模式 是很 在商业上是很正向的 那个只有那个被 那个比如说 现在有一些被免费化了 或者有一些人的投资 它是为了 像腾讯的投资 特别阿里的投资 它是为了 为了增加移动支付的评次 和那个念念程度 对吧 它就变成一个成本了 就把你的利润变成 把你的获利模型 变成一个成本模型的时候 那就 那就把原来的被弄完了 所以必须要才有变 对 三年以后你觉得这个市场 会怎么样 想过 有想过 有想过 我就觉得 其实我们现在也在提供 更多的服务 它不可能就是 就是 它可能会变成一个 用户的体系 会有更多的增值的服务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 两亿多的用户 对吧 每天 平均 就是最 就是我们每天有 百三千万的 百三千万的 百三千万的chips 对不对 就是其实是完全 基于这样一个基础 而且这个东西 还继续可以增长的 基于这个基础之上 它同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入口 对 你最近跟资本沟通的时候 你这套逻辑跟他们讲过吗 他们能认同吗 对 资本不是会很急吗 也并没有很漫长 我们其实有很多储备 对 我们其实有很多储备 对 那一堆废铁 所以资本在这中间 扮演了一个天使和火鬼共同的一个角色 其实一直到今天为止 你会把 就是说 当我们访问完博威的时候 其实第一 共享单车的战争还没有结束 第二呢 是共享单车还没有找到 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种商业模式 曾经有人说 说共享单车起来以后 说六个月 十个月战争就会结束掉 现在看来就是一个巨大的笑话 其实那个共享单车这三年 它的背后其实很多资本的催化 这个过程 就不断的 资本投授 然后大家在闭论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我们比较艰难的时候 对 闭论的时候 对 那时候在融入 非常艰难的 就觉得很贵 从你的角度来说 资本在 在Mobile的这个发展过程中 发现了一个什么角色 我们肯定是被资本助推了 但是我自己的观点是 没有一家真正成功的企业 就是最后的成功的原因 完完全全只是因为资本 对不对 所以资本就是Empower你的 我觉得最后 其实你都得还回去了 对 因为我其实有段时间也在想 就是回想过去 我觉得是不是有别的路可以选 那是不是能够有一个不同的 稍微不同一点的终点 就是一个过程 或者一个跟现在不太一样的结果 有吗 其实没有 想了很久 就觉得没有 真的想了好久 有另外的路吗 现在看上去是没有 不是战略层面的 可能就是战术层面 你可以做得更好 但战略层面真的没有 没有 你觉得资本在这个过程中 扮演的角色是一个什么角色 它是一个没有感情色彩的 我自己觉得 就像科技一样 就是你不能说科技是好的 还是坏的 其实投射进去都是人的 人性投射进去 对吧 就是你把它用好了 它就是服务人类 把它用不好 它可能就是毁灭人类 很多有可能 你在杭州谷歌书 对 在上海工作过 对 三个城市相比呢 我最喜欢北京 你最喜欢北京 嗯 你觉得南方姑娘在北京 适应吗 嗯 你是说什么适应 就是 生活 工作 社交 还好啊 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 那你为什么会到北京呢 我不是也是做媒体的吗 我知道 那我觉得做媒体 北京就是最好的 那后来为什么会到新京呢 我自己找过来的 我就觉得新京很好 对 哪一年过来的是 我想想看 应该是05 05年底 05年 05年底我自己一个人 跑过来面试的 我就找到李多玉 我还记得 李多玉 然后 06年的三月份我就来了 就来了 那是这样 那也是来年了 对 但中间还回过上海 但又回来了 就觉得还是更喜欢这里 你觉得你个性中 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自己觉得 你偏执吗 在我偏执的地方 可能会非常非常偏扮 我对生活的要求 没有那么多 就是 比如说我来北京的时候 有一个小行李箱就来了 那你觉得你做媒体记者那些年 双双也有十年了吧 三近十年了 十年 你当时十年前跟你一起到北京来的 是你一个人来的箱子来 还是你有一票小姐妹一起过来 我是一个人来的 对你一个人来的 对啊 那你当年你碰到过那十来年前 当你跟你一起进行电报 或者跟你在媒体里的那帮姑娘们 现在呢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 应该是美日经济新闻 因为美日经济新闻 美金 那会儿全部都是刚刚毕业 就去了美金 美金刚创办那个事情 对 我觉得那会儿他们 就现在他们也都不错 就是可能在金融机构 然后在一些比较好的大公司里面 不过这个十年 其实媒体是变化比较大的 你觉得你是北开的吗 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现在面试很多 国际的那些年轻人 他们是定期都会去不同的国家 生活呀 学习呀 工作 基本上是在全世界 比如说我曾经面试 但是后来 要不要这个人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比如说 我面试过一个从伦敦来的 三十几岁了 还觉得中国很有意思 然后就来中国工作了 就想尽一切办法 拖家带口的也就来了 或者他们就觉得在这边工作很好 也有说就是可能生活在某个大洲的 要去另外一个大洲工作 然后就很多呀 我们这里就是 还有比如说我们英国的同事 也在中国工作了很多年 然后在日本也工作过呀 就是首先我觉得大家不要去想 就是我是飘在哪里 也许全世界只要你自己觉得舒服 它可能就是你的安身立命的地方 你如果三年前不做膜拜 你会怎么样今天 没有想过 就可能这颗其他做下去 或者不做下去 应该会一直做下去 然后也会碰到很多机会吧 对 你想过 你当年做膜拜想到过今天吗 这样的格局 我觉得我当时想的是 要么就一炮而红 要么就一炮而死 十年前她跟我讲 她是拎那个箱子到北京来 是面对一个不确定性的一个未来 但是我很奇怪 她作为一个南方的姑娘 居然会喜欢北方的北京 这样的一个城市 所以她应该她蛮享受自己的理想 和自己的选择 我问过她一个问题 我说 男生和女生的区别 男生可能她的目标感很强 女生她是为了一个场景 去愿意去付出 这就好像很像 爱情跟生活的关系一样 如果有跟你差不多年龄的人 现在又有你当年三年前 这个那个 像某一个梦想要做 现在要出发了 给她个忠告是什么 我是脑子想了一句 但我会觉得她不完 就是不完全 对 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所谓的胜利 其实一切都是坚持到底 对对对 你觉得三年你走到今天 是一个不由自主的过程 还是一个设计感很强的过程 你怎么会走到今天 我觉得都有一些 都有一些 对 但是我觉得可能 就是那个推动的力量 也是非常快的 其实趋势的力量还是很大的 非常大非常大 对 你是从好奇心开始做这个项目的 不知道今天我就三年过去 这个好奇心对你来讲是结束了吗 还是更大了 还有很多好奇心 就是没有 就关于这件事情上面 关于这件事情完全没有结束 完全没有结束 所以这还会支持你往前跑 当然 而且我觉得就是 就是我最初想到有些东西 到现在还没有去实现呢 你现在这样 你休闲时间多吗 现在这三年 这三年跟你以前比 以前做记者 或者自己做一家小公司比 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还有吗 确实特别特别特别少 有的话都只想睡觉 可能 陪小孩的时间还有吗 很少很少很少 也少了是吧 创业还是没办法 还是要清除全部 确实是这样的 对 对 我当时做二十人的名单中 我觉得我需要一个80后的创业者 但我没想到是一个女性 对 我觉得我跟她的沟通 还是觉得她跟 我希望在一个80后的创业者身上 看到之前在我一些 我非常熟悉的写家身上 看不到的一些特质 我觉得我今天还是看到了 对 我觉得应该是自由自信 对 这些元素在非常早的时候 就出现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 所以在这意义上来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胡威卫真的是一个比 有传之啊王石啊 这些人更为幸运的一些 但是她也有她很苦恼的一些地方 就是比如有一些很大的问题 过早的来到了她的工作中 你比如说全球化 比如说资本的追赶 比如说团队的急速的扩容等等 所以需要她能够在非常压缩的时间里面 她或者她的团队去解决她 对 所以这个你会看到说 中国二三十年来 创业的环境的变化 一方面是变得更加的辽阔 但另外一方面也变得更加的风险 她明镜需要测 hall 优优独播剧场上 加上大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